法国到现在还有十多个海外领地 还有它的海外省 在南太平洋有一个法属 新克里多尼亚 因为他们反对法国政府扩张 那个地方的选举选民名单 本来是抗议 后来变成暴动 这次有超过一百人被捕 三百多人受伤 甚至四个人死亡 法国内政部也出动包机 增派从法国到这个小岛的军警 去恢复秩序 同时立刻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而法国的国民议会呢 也无视 在这个岛上 原民的反对通过修法 让居住在当地超过十年以上的人 就可以投票 法国专机降落在纽西兰附近的小岛 这个航程 平时民航机要转机两次 超过二十四小时 现在大型包机直接降在军事基地 在今天早上的领域和领域 在今天早上 反正的领域都要继续 为新加坡的国家 在纽西兰附近的纽西兰附近 外的法国巴黎 国民议会正在为这个 1853年开始殖民 1946年成为法国海外领地的小岛 激烈辩论 殖民与被殖民双方的抗争 百年后仍在继续 三名抗议的原住民在镇压中丧生 一名警察摘下头盔 与抗议民众交谈时 头部重担殉职 法国政府立刻宣布 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除了12天宵禁 还暂时禁用TikTok 让抗议民众不能互传讯息 像这样在当地创业的年轻白人 有没有投票权 就是这次暴动的起因 1998年法国政府签下 努美阿协议 教育税收外贸交通运输等 新克里多尼亚有自治权 只有在1998年前 就住在当地的人 有权在地方选举中投票 这原意是保障 超过40%的原住民族卡纳克人 对原乡土地上各议题的决定权 演变至今 却因为移入人口太多 当地几乎没五人 就有一个人没投票权 5月15日 法国国民议会 依然通过这项修法 1998年以后 移居新克里多尼亚的 法国人与欧洲人 只要居住超过10年以上 都渴望获得投票权 当地原住民会被边缘化吗 原本卡纳克族人的 失业问题就很严重 此时更再次感受到 被殖民的痛苦 不过当年的奴美亚协议 其实就提到过独立的程序 但二十多年来两次公投 结果都是不赞成独立 差距却只在10%上下 2021年疫情期间的第三次独立公投 因为疫情遭到挺独派杯葛 赞同留在法国的得票率超过96% 这也凸显了不同族裔背景间 对独立意愿的明显差别 但这美丽的南回归线附近小岛 不仅是全球第三大涅产地 产量超越俄罗斯 目前也是法国南太平洋 重要的军事基地 首辅努美亚是优良深水港 一旦法国无法在此驻军 解放军很可能迅速将势力 伸入这块南太平洋 因此尽管法国曾给予新克里多尼亚 比其他海外领地更多的自治权力 关键时刻依然拒绝轻易放手 TVBS新闻综合报道